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唱商網的時候 今天7月1日 當然祝大家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香港當然是繁榮昌盛啦 喜君 沒錯 游亂及節 游志及興 對 游志及興 現在游志及興 真的有很好的兆頭 稍後跟大家講 我們見到昨天深中通道開 虎門大橋 比較疏落 但是深中通道 真的失了三個小時才可以到深圳 由中山去深圳 其實 我們大灣區的融合 越來越好 以及一個小時生活圈 真的可以做到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跟大家講講 有關馬龍這次 就麻煩了 趴在街上 變成第三政黨 這件事真是 很厲害 值得跟大家 大輸特輸 還有 我們的駐法國大師 也是法國 盧沙爺說了一句 中國隨時可以收回 治權 台灣那些名嘴 有得震磨一份 就說他亂說 究竟他亂說 我可以跟大家講 絕對不是亂說 是很實在的 還有 這是國家的政策 為什麼這樣說呢 稍後跟大家分析 還有 我們當然要去提一提 波音發生什麼事 或者中東發生什麼事 一會和大家聊 節目開始的時候 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和大衛上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 A君你好 來吧 大家好 七一要講一講鄉島 當然啦 香港人不講鄉島 這次也有多人過來 也都做了星期遺跡 也頒了很多獎 特首也都在 官方網站 發表了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 舉世足目的成就 以及一國兩制 巨大優越性 不斷彰顯的一篇文章 一萬多字 Word by word 一粒字 有什麼感受呢 裏面呢 真是很具體的內容 一萬字真是多具體的內容 首先當然要講 鄉島 國安法和 23條過了 23條其實感觸良多 就說 經歷了26年8個月 19日 終於完成了 這23條 為香港寫下江湖的歷史 也都 解釋 這兩個法案 都是針對一些 極少數的人 對他們來說 才是高原的尼劫 其他正常的人 以致外來投資者 這兩個法案 是保護神 保護他們免受到攻擊 好了 再講我們的選舉制度 區議會選舉等等 令到我們可以 避免民粹 以致可以更加 長治久安 區議會選舉 也都順利進行 好了 這裏就是講 最近發生的事 主要關於 政治的事 跟著 講一下 繁榮 穩定 跟著 一輪 就要數 鄉島有幾點 這個 A軍 接觸得多 例如 原來自從 回歸以來 鄉島 雖然經歷了很多 大家都記得 98年的時候跌到 趴在這裏 2003年又 沙士 往後往後 很多 但這裏加上 原來鄉島 平均每年的GDP增長 都有2.6% 是啊 這件事真是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 先進經濟 看老美吹到自己 那麼行 那些 兩個 鄉島 雖然之前的政策 有很多 例如 AO為首 經常講講兩制 不講一國的 遠離了他 但是原來鄉島 都是跑得爺過 這些西人的 當然 遠遠落後了 中央很多城市 但是 我們現在的人均豬頭餅 依然是高企的 是去到 5500美子 世界上 都算是前列的一批 當然 我們也有很多 現有的優勢 低稅率 健全法制 良好基建 等等 最有活力的城市 最自由的城市 例如 2024年 世界投資報告 亦都說到 2023年 原來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的流入金額 是去到多少呢 全世界第四 SIR 沒錯 是1130億美智 多厲害 是的 僅次於 中美和 新仔 新仔 我們打贏了所有的西人 都算是景臭 2023年 香港亦有9000家 的 外國 香港境外武公司 在鄉島 設置 為總部 英軍發啦 發啦英軍 是不是 你發啦 OK啦 發啦 世間力聯報 亦將我們 過去20年以來 競爭力都排名十大之內 當然啦 我們鄉島的自由 得到 充分的保障啦 無論是 結舍也好 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等等都有啦 我們不會像老美那樣 連思想的自由都沒有 我們是不會因為 要支持江爹 去立一些 鉗制思想的法例的 老美你學一下我們 在自由方面 好了 說了 政治 以及各方面的 經濟 以及自由 更加具體地說 就是 我們 到底這個金漆招牌在哪裏 好啊 這個真的很值得 跟大家評論一下 香港真的是金融中心 怎麼知道金融中心 不是吹出來的 全球一百大的銀行 有七十二家在鄉島營運 亞洲來說 也是領先的債券樓 過去連續16年 我們的法債量 是亞洲第一 這個真是 不講不知 A軍都沒有什麼留意 原來債券這麼厲害 上市集資 亞洲第四 全球第六 亞洲最大 和全世界第二大的 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保險密度 亞洲最高 世界第二 亦都保險 受透率 亞洲第二 世界第三 真是 數起來 原來 無論是IPO 也好 財富管理 保險 以至 法債等等 原來都是 全世界都有 要說法治 說完 要說法治 A軍之前 說法治 和 廉潔的 那麼大反應 因為我們法治水平 超高 法治水平 香島 全世界 142個國家 或者地區 排到 23 高 你老美 好了 也有一個 所謂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透明國際 香島的廉潔指數 全球排名 14 好了 世界正義工程中 2023年 香島法治指數 在控制貪污領域方面 全球排行第九 好過 你老美 法國 和日本 所以 早兩天A軍 為什麼說 有人竟然污衊 我們香島說 我們 貪污警 抹大對眼 看清楚 這些報告我看過的 好了 當然 關水 當然 非常非常自由 說 香島 這個世界 的 競爭的排名 排到第八 也提到 香島 是航運的 航空樞樓 航運上 全球 排到第四 在這個 發展指數 裡面 跟著 也要數到 教育方面 我們有五家 全世界排行一百強的大學 在全球 初創生態系統 報告裡面 原來香港 新興初創生態系統 排名 是亞洲第一 全球第三 也都 2023年 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 亦都是亞太地區排到第四 世界排到第十 除了講到那麼多賺錢之外 文化方面 原來香港 中國的藝術品 珍藏品 和古董貿易額 是去到 一千零五百五十億 全世界排到第三 亦都帶有大量的博物館 香港的四間博物館 都排到全世界一百名之內 好了 數一數 數到就來奧運 當然要講講我們的 獎牌 上一次奧運 2021年 東京的奧運 獲得一金二人三銅 成績 跟著 2023年 杭州的亞運 亦都獲得佳積 分別白金十六銀 二十九銅 和總共五十三面的獎牌 成績是非常之好的 好大致就說到差不多了 有什麼補充的 還有 我們現在 其實要實施 實現這個 柔治及興 其實 最重要的就是 切實這樣 排解 民生 民生的幼蘭 看到 我們的 簡約公屋 其實價錢非常便宜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很棒啊 到裡面住 不過希望這個政策 可以比較長遠一點 就放下去 還有我們看到 在房屋方面 政府 全速製造地下 全速製造 所以房屋的供應 出現了顯著的改善勢頭 根據 長遠房屋的策略 最新推計 推算 香港未來的十年的 公營房屋 供應的目標 是30萬 零8千個單位 政府又 覓得足夠的土地 可以充分滿足 上述 公營房屋的 公營目標 香港的生活 應該會覺得更加好 而且 特區政府 已經落實了 輪候公屋時間的 封訂承 高平均輪候的時間 已經由 本屆政府 上任前的6年 回落到 5.7年 現在逐步 向 2026和 27年度 降至 4.5年的目標 希望 可以做得更加好 另外方面 在教育方面 我們也推動了 國民教育 智力培養 德財兼備 愛國愛港的新一代 接班人 令到一國兩制 恆敏致遠 在中小學 推動了 STEM STEM 教育 在 年青年人 和人財政策方面 我們也 推出了一個 青年參與的 倡議計劃 成功吸納了更多的年青人 參與公共事務 大家看到現在區議員的年紀都很年輕 安老政策方面 我們也看到特區政府做了很多支援的工作 亦透過 鼓勵健康的長者 終身學習和投入社區 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 在北部都會區是更加重要的 要連繫深圳和邊境區 我們有三千多公頃 新發展的土地 除了可以供應 50萬個新增房的單位之外 亦都可以托闊香港的產業發展 這方面我覺得 應該要再加緊 快一點點 和深圳那邊 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 一國兩制 我們更加要發揮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 可以對接到 十四五的規劃 而且特區政府表示 現在已經確定了八大中心的定位 希望在國際航空樞紐 國際金融 航運 貿易中心 等等 去強化離岸人民幣的業務的樞紐地位 亦都希望 做好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 其實大家看到 發展得非常好 我住在內地 我深深感受到 這個發展得非常快 現在 大灣區的總人口 是八千七百萬 A1 好強 鄉島真是十分之之內 是啊 還有 我有朋友跟我說 應該過多兩三年左右 應該一億 這個數字一定會達到 我也相信會達到 我們看到 2023年的經濟總量 突破了14萬億 人民幣 超過很多發財的經濟體 老美是不是很羨慕呢 不用羨慕的 我知道你窮得了 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要在一帶一路的倡議 就是國家重要發展的策劃 目的是共建國家在五通上 包括政策溝通 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 資金融通 和民心雙通 我覺得這方面很大興趣 適合你 是啊 剛才也說了 GDP 原來 大灣區 有14萬億的GDP 其實 一定比很多 經濟體 如果 用老美子去計算 過這個 萬億 真的不是多 原來加拿大 只是20萬億 14萬億 就已經 等同第16 大的經濟體 沒錯 這一點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現在 我們看到 2023年 我們14萬億港元 其實 我們佔有的 我們國土面積是多大 原來很小 幾大呢 0.6% 你說我們哪裏佔6.06% 越港澳大灣區 國土面積 不是國土 對呀 全國國 0.6%的國土面積 佔全國國土 對呀佔全國國土的 佔全國國土的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的經濟總量 嘩 好誇張 好誇張 根據 現在推算 在2026年 兩年後 大灣區的GDP 將會超越東京灣區 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 A君 厲害 沒錯 嘩 其實我看見 剛才所說的 14萬億的 真的 因為 我印象中 過10萬億的 其實都已經 是20大的經濟體系 是啊 好誇張 所以大家 香港沒有希望 會不會沉 當然不會啦 對吧 A君 走了那些 就想你沒有希望 因為他們想證明自己是對的 不過 我想說 你們走 本身是基於一個錯誤的決定 導致你要走 所以 你是一路落死盤 繼續錯下去 沒所謂 世界是不會因為你落錯決定 而扭轉的 嗯 沒錯 完全是呀 但是有人想扭轉世界 但是結果 趴在街上 這件事 你說馬卡洞 是嗎 是啊 沒錯 大家知道 一會講的兩件事 都跟法國有關 馬卡洞那裏又發生什麼事呢 A君 這次 馬卡洞 打算補鋪大勢 誰知道這次 真的落錯邊 法國的選舉結果 第一輪 就出來了 極右的國民聯盟 成為了最大贏家 拿了34.2%的選票 居於第一位 然後呢 范左翼的 這個聯盟 新人民陣線 第二位 29.1% 至於馬卡洞陣營 Sorry呀 21.5% 哎呀 這次真是大鬼鑊 法國的議席 總共 國會議席 577個 極右的 有機會 就是可以拿到 240-270個 下 犯左翼 180-200個 至於馬卡洞 原本呢 都叫做一個大數 現在呢 可能要去到 60-90個議席 任共 珠 阿Sir 這樣的形勢之下 怎麼看呀 這個形勢呢 我們為什麼會有兩輪選舉呢 兩輪選舉的那個我跟大家說一下 好嗎 首先 我都不是很認識阿澤 不是你認識的 我是剛才討論過的 A軍行的 只不過我 插嘴而已 其實呢 我們看到 現在呢 這個所獲得的選票 是一個預計的 但是呢 是不是一個確實的情況呢 絕對不是 因為這個是首輪投票 我就覺得 為什麼第二輪投票呢 我們剛才跟A軍討論一下 其實 我們看到 法國的國民議會選舉 其實你當每一個議員 都好像總統那樣 算的 哈哈 第一輪投票 你如果得票率不超過50% 就麻煩你再選 或者 得票率是低於12.5% 你就不要再選 即是其他的就一起選了 這次 選這些議席的人數 其實都不少 我看到的資料是超過4000人 去參選的 那麼多的人去參選 那麼多的議席 那麼小的議席 我們第一輪 當然算不出來 不是得票多就算了 你要過半數 如果你不是過半數 對不起 你下一輪 再來 看看大家怎麼投 那會不會有些 互相去 拉票 或者戒票 這些情況 他希望避免了 這樣的環境 第二輪投票 得票最高者 就是不管你過不過半數 得票最高 你就當選 所以這些是稍微複雜的 由於 對於法國來說 是實行一個 叫半總統制 總統 就 對於國際事務 還有一些軍事權力 另外一方面 最強的 最強的 最掌握著國內內政的實權 就是總理 這次國民如要的選舉 就是要被總理 選出一個 屬於黨派的總理 馬克龍現在跟現任的總理 當然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自己有 聊起來就好 如果 極右派上場 那就好不行 所以馬克龍現在就陷於被動 為什麼會陷於被動呢 首先就要看 究竟 馬龍立旁的 國民聯盟 是否可以真正地 全部掌握了絕對大多數 如果可以掌握絕對大多數 那個票數是需要 289張 票在這裏 289個議席 如果他拿289個議席 恭喜他 他就可以自己 完全阻擋 就不需要跟其他合作 但是這次 聽說就很混亂 有很多政黨出來 又分裂 好像沒有一個結合 現在就是期望 左派 和中間派 是否可以合在一起 馬克龍 和左翼政黨 可不可以一起 談談 如果談得到的話 那也可能 找一個 比較符合馬克龍的人選 但是這個機會大不大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7月7號才知道 不過7月 很多事情發生 這個月 7月4日 7月5日 7月7日 這三天 都是很關鍵的日子 A君交給你 原來 法國那邊 選舉 那麼多事 還有機會 搞到 這個28歲 巴爾代 巴爾代拉 這麼年輕人 這個總統 老實說 A君 沒什麼年齡其事 總理 總理 謝謝 A君 沒什麼年齡其事 不過 我真的很擔心 眼睛 他的月力 會不會 令到他 TOO YANG TOO SIMPLE 什麽 因為技巧 投資界 巴郡 之前 Mongard 99歲生日 的Mongard 曾經 有句金句的 他說如果成熟的投資者 以他這麼豐富的投資經驗 我想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人說自己投資比魔格好 沒有人說自己比魔格好 但他也會說 我覺得50歲以後才叫他成熟一點 這個我絕對承認 我絕對承認 50歲之後才成熟一點 對於我來說 加比利君 代表什麼呢?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魔格不夠搞政治的人 搞政治的人就可以很早熟 第二 原來西方的政治是可以連投資都不夠禁而稀 投資是需要經驗的 科學家就越年輕越好 追診科技 你看到我們的上岸六號 很多科學家接受訪問 我看怕他們都是三十多歲 但政治人物就50歲有一定的歷練 這個剛剛好 80歲以上 或者接近80歲 我真的覺得很麻煩 大家知道我說的是哪兩個 就是特離譜和拜登 對嗎? OK A君 加比利 我想說 尖端 新的科技 當然是年輕人有好處 但你說整合一大堆東西 其實就需要一些不同的跨行業 或者跨部門的經驗 所以真的需要多些時間 你會看到年輕人出來的 他可能就是那一方面的佔奪 就出來代表那一方面去說話 但是你說 為什麼年長那些說他做大佬呢? 因為他犯法都斗過 絕對是 對呀 還有你人生經歷是隨著年齡而成長的 沒錯 你沒有辦法 有辦法鬥過 對呀 你沒有辦法的 你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50歲你經過很多歷練 就像我們在村鎮派過去的一些官員 那樣 都是年輕人為多的 慢慢一步步上 是不是 你有一個系統的 專業的 一步步慢慢的了解到 但是你現在那些政客 是沒什麼了解的 就算50歲 可能老蠢都未殺了 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 大家看看馬洞就知道了 馬洞三十幾歲 做了一哥 到現在可以做什麼出來 這次又這麼衝動 唉 玩完了 這次 所以那些評論也是這樣說 這次 八國政治將會癱瘓 哎呀 你在說老死亡的時候 誰知道原來 國家直接癱瘓 死了 歐洲又說大體老死亡 現在又在那裡癱瘓了一個大國 甚至乎 有些人說 這次呢 雖然是這個議會的選舉 也做了總理上來 理論上呢 就沒有影響到 身為總統的馬卡洞 不過呢 接下來三年的時間 馬卡洞呢 你要穿過去進入垃圾時間 喂 你就好啦 做得那年多兩年 剩下三年時間的垃圾時間 幾他條啊 真的 打工也沒有好過這些 我告訴你 這次很糟糕了 有時間去玩 打工仔的心態 你又解僱不了 我又不用做事 喂 挺爽的啊 喂 這個當然啦 好像臨退休了 我都覺得呢 就 少點事做好一點的 錢賺多點 正點的 但是 對於 馬卡洞來講 他有個偶像的嘛 大家知道啊 是不是 你說大鬼啊 當然啦 這個絕對是啦 其實對於馬卡洞來講 除了他的偶像之外 還有現在全世界看著法國 真是頭到另買啊 我可以看到 在之前 看到這個右翼勢力抬頭的時候 法國已經股債雙殺了 而且勾完呢 又成壓啊 這件事真是 哇 我看到這條線 我真的自己都嚇倒了 我們看看 在1月來 法國的CAC40指數 這個指數 在6月內 整個月雷跌6% 哇 好厲害 好厲害 那麼 法國的借務的借利率 升到6個基點 去到3.33% 哇 完全不行啊 還有呢 我們看看 歐元 對美子的時候 已經貶值了 年初到現在 貶值了3.18% 哇這點 真的 玩完了 整個歐洲 歐洲 我想可以 脫離 那個強國的系列 是不是 那 說一下 假設 馬龍立旁那邊 馬蘭立旁那邊 馬蘭立旁那邊 上來的話 將會有什麼 轉變 第一個 對我們 未必那麼好 有機會 由於去比較 看回自己本國利益 跟他本國利益 不是那麼一致的事情 但是呢 可能不是太過說公義 那樣呢 或者是大家 共識了的事情 去實施的 有機會 對華政策 未必會 是這麼 好像現在有辦法 去談 另外一個呢 不知道好事還是壞事 就是 緩烏方面 肯定下閘放狗 到時 這個 燈神 又少 在歐洲那邊 不知道 幫不幫忙 法國 法國已經不算幫忙 上了馬蘭立旁 更加一定 不會幫你 到時會是怎樣 真是 不知道怎麼搞 搞到這麼麻煩 阿sir又說到 這個 歐元又跌 然後 股市又跌 這樣 還影響了一批人出來 一批什麼人出來 就是平時都不是很有事 做的人 就走出來 大肆地 去發洩 這個不滿 搞一些 遊行示威 搞到有很多朋友 都說 哇 是不是就來搞奧運 我見到 他們 扔的玻璃瓶 扔到這麼遠 是不是奧運項目 來的 那些火 是不是奧運勝火 哎呀 真是吹鬼唱 以為提前搞奧運開幕 原來在示威 真的 跟大家說一下 應該說這一點 我也有提到 那為什麼 這些窮的人 會出來呢 因為 左派的福利政策 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 右派 或者右翼那邊 對於 有關的福利開支 其實他們是想緊縮的 而且他們是反對移民的 這次 如果 馬龍立旁 那個 右翼的 國民聯盟 贏到大選 那 很有機會 在幾年之後 2027年的時候 他可能是 發過共和史上 首名的 女性大總統 那 會不會 現在就搞到 非常混亂 和對中國的關係 會變得比較差呢 如果馬龍連任的話 有些分析師就說 其實對外的政策 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 我就覺得 其實馬龍一直在玩陰招 是不是 其實是的 我們剛才也說了 一些捧殺的成分 反正都管不了 就給自己的最大政敵去管 讓大家都知道 這壹壹事 是沒有人搞得到的 然後 亦都對 你知道 坐野黨向來 就是說 執政黨 怎樣怎樣都不行 結果 自己做的時候 會比執政黨更壞 希望來一支 自豬死地而後身 的 但是 他好像只能連任 這次 下一次 也不是輪到他 他這樣玩 對自己的政治生涯 簡直是 自己踢自己的 波友一腳 很高難度 所以 我覺得 他這一招 如果是這麼高 假設真的這麼高 雖然我不覺得是這麼高 他這支 自豬死地而後身 終於是做了一招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施主 你的佛法修為很強 你搞錯了 是全世界 全歐洲陪他一起下地獄 對吧 對不對 我這裏看完 應該沒錯 對吧 你們歐洲現在變成這樣 真的有排暖 不過對拜登來說 我都覺得是很大件事 不過他選不選 現在暫時還未知道 對吧 這個稍後再跟大家聊 好了 法國那邊講完了 我們現在又講一下 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法國的大使 盧沙野 這件事真的很厲害 太厲害了 要跟大家聊 這個真的要講了 他出席了一個論壇那裏 這個叫做FDNU 法國外交與聯合國協會的一個 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專題 留意 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專題 提出這件事 盧沙強調 彎彎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中央的一部分 現在在罵獨立 就是對主權國家領土的角列 是違反國際法的 目前彎彎所處的分治狀態 是上世紀四十年代 中央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 並不會影響我們中央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以及也很強調說 中央內戰還未完結 目前彎彎的政權 是中央版圖上的一個叛亂政權 也說到中央隨時有權驅逐這個政權 就是叛亂政權 將彎彎的治理權重新收緩 但是考慮到彎彎民眾的福祉 才不用武力實現這個目標 不讓彎彎的民眾接受到戰禍 也都希望通過和平方法 實現彎彎的治權和回歸 所以就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當然了 搞這麼多事情為什麼做不到呢 因為老美要維持世界霸權 企圖壓止中央要搞垮 要拉回第一島鏈 所以才縱容和支持彎彎的民退黨 搞彎彎獨立 破壞兩岸的和平統一前景 所以他也很強調地說 彎彎的前途只有一個 就是重新回歸祖國懷抱 如果不能夠用和平方式 總之我們絕對不會讓彎彎 在祖國分裂出去 特意在中央和法蘭西和聯合國協議會 六十周年說 怎麼看內容 要在時間地點發言化呢 首先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說 他說如果有人不想要一國兩制 那就一國一制 沒有問題 都是要一國 你可以選擇 A一國兩制 B一國一制 不過怎樣都要一國 這個很同意 這個絕對同意 因為你回歸 和我們說說統一 是必然要發生的 我跟昌叔做了節目 大家知道 用普通話 他就解釋了 為何盧沙爺 在法國外交與聯合國協會中 法建加六十周年專題研討會 發表這個所謂的 不是所謂的 是一個正式的主題演講 這個反映中央的看法 是 這個完全是中央的看法 其實在去年奴沙爺都說了 當年蘇聯時期 所處理的問題 你有沒有獨立主權 現在都是圓而未決 這個是事實 當然 當初很多台灣的時評人 或者一些親西方的時評人 都說 這一點 似乎中國 對於奴沙爺大使 應該就要收回 但是 神經病 絕對是 叫他回去做其他職務 為什麼盧沙爺 在這麼多事情上 他都可以繼續在這裏做事呢 對不起 他在外交部 是負責有關政策的研究 還有 他是主力 你可以試他為 為何會駐法國 其實駐法國 是一個歷練 來的 他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裏面 在2015年開始 就出任政策研究局的局長 政策研究局的局長 後來 2019年7月 就駐法國 成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法國的大使 2023年 他就提到 有關 蘇聯的問題 後來 都是繼續在這裏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說的 和這份文稿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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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即興的 絕對 是很清晰 說了 我們國家的策略 那我就見到 台灣的有一位賽政員 就說是博士 他是清華大學的博士 他說 盧沙野應該被撤換 和說他是一個最差的外交官 這個說法 這間大學真的都幾多什麼間 雖然B仔在那裏出來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 沒錯 但是其實 有些這樣的人是會不奇怪的 因為他是代表國民黨的利益 是不是 那你現在這樣說 就是當我國民黨沒有到 是不是 沒錯 就是當你沒有到 完全是 喂 提得很清楚 我們在基本法那裏 我們已經是討論了非常之多年 然後成立了基本法 給香港了 給足時間 由當年 柴切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 就在樓下 然後 我們就開始去做這個基本法 那時候就儲位了 然後 經過十幾年時間 我們終於搞定了 基本法出來了 對吧 你說 彎彎這麼久 給足時間 給足機會 你要統一其實很容易 釋出善意就可以了 之前有提到九二共識 那我朋友跟我說 現在九二共識 就正式宣告沒有了 沒有了 怎麼有啊 他是暗瓦底說沒有 不夠膽正式宣告說沒有 不是 我們中央 其實是對九二共識 已經不看了 我們看兩件事情 暗瓦底 暗瓦底 因為我推出二十二條 兩高三部二十二條 說什麼呢 現在台灣 台灣本來就是屬於我的地方 之前我不立法 我現在立法 去針對你那群獨讀分子 我用法律去採取行動 還有 盧沙野今次所說的 所有的延遲 是以前未出現過的 這個是第一次 暴亂政權 暴亂政權 無論你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是民眾黨 民進黨執政 全部都是一樣 這個是暴亂政權 這個是暴亂政權 還有 我們是要收回你的治權 搞清楚 你不是一個有主權的地方 搞清楚 這點是很重要的 這樣說 其實正正是 我們秉持著一個原則 我們根本不理西方怎麼留 你現在 有部分人民選出民進黨 作為一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這個 還有他有大放缺詞 是可忍屬不可忍 會不會動手呢 可能 很大機會 今年之內 就會解決這個問題了 因為 聽說 我們中央已經下了一個說法 就是 今年年底 一家團圓 大家拭目以待 這點是聽回來的消息 A君加給你 當然 弄了出來 有很多人 走出來 就說話 首先講講 無端竟 竟然有個自稱 是這個彎彎專家 的一個 資深媒體人 日本 叫做 屎板明夫 他提出的論點 他說 這個盧沙爺是笑話 他提出的論點 就說 中華民國國好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要早40年 中央才是 煩亂政權 這樣 阿Sir 你怎麼看這些 人的說話方法 你留言 我再留言 首先 第一件事 這位所謂的 日本資深媒體人 他當然不是很清楚 聯合國 承認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的 合法的政權 之前的所謂中華民國 已經是不存在的了 那你說 他先 就是他 說是 那你不如說清朝 好嗎 希君 Exactly 你清朝不是更好嗎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日本 你說 明治衛生時期 那時候應該是很好的 不如我們回到明治衛生時期 老美還沒進來 這就說出重點來了 哪個政權 或者哪一個政府 在執政 和他成立的日子 是沒有關的 麻煩你先讀一讀書 只要他是 有國際承認的主權 而他也同時間 管治著 或者是那個地方 的一個 主權的代表 他就是在代表著那個地方的了 和什麼時候成立 無關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 所有改朝換代都是 後面那個 新起的那個王朝 是不是正統的 那不如我們回回夏朝 美國的話 給回英國管 美國自己的毒辣了出來 他那個不承認 是笨 不是應該加匪人 說出這樣的東西 真是沒有sense 麻煩 你壞人笑話的時候 用一下你的腦 屎板 好了 接著還有另外一批 彎彎裡面 亦都發了一些 沒有sense的言論 他就說了 中華民國台灣 是自由 民主 兼且 是主權 獨立的地 的國家 和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Sir 這個你又怎麼看啊 怎麼會互不隸屬啊 現在說真的 我們都是屬於一個 好像奴沙野大使說 是一個 內戰的情況 內亂的情況 沒錯 這個 是不是互相不隸屬呢 你搞錯了 你只是有自權 主權在我方 這個是國際承認的 聯合國承認的 你如果是聯合國承認你 你就早有一席位了 你又沒有啊 你是完全沒有的 你說什麼 你是獨立的國家 說話 老實說 一向都是我們的地方 打敗仗 我們的內亂分子 就逃過去台灣 成立一個非法的政權 這個非法的政權 當然啦 他當年想反攻大陸 但是反攻不了 現在 你可不可以反攻大陸 你是不是要來 一戰 你要來一戰 都很簡單的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用武力解決 這個很簡單的 還有我們已經說出了 奴沙野大使說 我們是五常裡面 唯一一個未統一的國家 那是不是很不公平 我們是不是要先收回 當然要收回 你西方國家 你其中一個省 或者一個州要獨立 你都說你試一下 你夠僵 你立即叛亂罪 我去動你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 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 那我們當然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你如果 你不斷好像美這樣 將他龍門不斷搬 說真的 我們一定不找過你的 動手就動手 我死怕你 我們現在隨亂而已 A君 駕駛你 是的 首先 講一講 第一句 就說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想知道 誰承認你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聯合國沒有承認 你跟誰說話 你是不是不是跟地球人說話 你跟自己說 第二件事 說跟中華人民共互不大屬 這件事我某程度同意 因為你們 你們 這個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偽政權 的憲法 是寫著 說你們是擁有著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的嘛 所以不是隸屬的 你們是明目張膽的 寫在你們偽政權的憲法那裡 就說要跟我們正統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 爭奪著這個中國的土地 所以你們是非法的叛軍政權 不是隸屬 你們是叛黨 打輸了之後去了彎彎 然後還要claim自己是有這個中央整個土地的控制權 這個是你們憲法寫的 所以你們不是隸屬 你們是一個叛徒 叛軍 清楚沒有 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看看自己的憲法 說話之前麻煩你聰明一點 交給阿Sir 冷靜一點 我們看看 其實這兩個禮拜 都有一件事 我們看到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領土 是包括外蒙的 大家知不知 打完外蒙一笨 是啊 他就是這樣 那時候 現在的所謂的行政官員 卓榮泰 就說 其實所謂的中華民國 就已經在1946年 已經承認外蒙獨立 咦?那你為什麼是地圖不改的呢? 還有你看到 那時候 是包括彎彎的地方 你不要跟我說沒有 你的所謂最高法律 其實 都是承認 你是屬於 中國的一部份 大家很清楚 我們應該怎麼做 千萬不要覺得這件事 是沒有事 是嗎? A君 跟何況 跟我說 我們要2300萬人 對不起 錯了 如果 在走聯邦制 州裏面 去 投說要進進出出 好像 德州 等等 或者 都還可以 如果 好像 連憲法都沒有一部完整的 英國 突然之間 有個 Kingdom 走出來說要獨立 是可以的 但是 我們不是在行 他們那些 聯邦制 我們是在行 共和制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的政府 是可以這樣去 說自己 在省裏面去投票 就可以 叛離中央 沒有這件事 我們法理上沒有這件事 所以你剛才的Claim 亦都是不合法的 你剛才說的所有事情 第一 國際上沒有承認 第二 你自己的憲法 寫到明 是要擁有著 現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擁有著的土地 所以你才是有入侵性的一個政權 第三 剛才所提 你連我們現在管轄中央這個土地 擁有著主權的中華人 共和國的法例都沒有看清楚 我們絕對不容許這件事 去讓你們說 地區政府投票 沒有 所以 你說的是 完全不合法 不合理 也沒有國際承認 說完 我們說一下蔡正元 其實她對我們奴沙野大使的批評 她始終覺得 彎彎 將自己當成一個中國的國具政權 這個國具的政權 就是想說是正統的 我在台灣讀過書 當年真的 有這樣想的 一直都是 在公家車上高 就說要反攻大陸 無望在裡 那其實呢 我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很明確的了 就是說 我們 一國兩制之下 大家可以談 在九二共識之下可以談 既然你不想談 沒所謂 我們就繼續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蔡正元為什麼這樣想法呢 可以代表了一班國民黨的人 我最想拖著 維持現狀 大家慢慢談 談十年二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都沒有問題 讓我們有機會發展就算了 喂 認清事實 統一 我可以說是中短期的事 不會是長期的事 在這段時間裏面 可以給你更加多的機會去談 尤其是我們看到新加坡 前總理李光耀說過 其實台灣應該早早跟中國談 你可以拿到更加多的東西 甚至可以像香港那樣 拿到一國兩制 如果你不想 你現在搞到這樣 其實 你真的沒話好談 只會逐漸收緊 對台灣同胞來說 我覺得真的要認清楚這個事實 現在就兩條路 一條路 就是 我們贊成統一 歡迎統一 以及 協助國家統一 這三樣東西 是必須要做的 如果你說 你要簽民進黨 那很簡單 那22條就在等你 這個是 很確實的事實來的 真正是改不了的 蔡政元之流 其實只是想 在彎彎散 以及在我們大陸地區 兩方面在遊走 互相拿著數 他真的很尊重嗎 抱歉地 我真的看得太多蔡政元的嘴臉 他所要去做的 只是想當一個既得利益者 他對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沒有什麼尊重呢 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包括國民黨的朱立倫 都是一樣 是完全沒有尊重的 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 盡快地解決這個問題 就更好 是不是 A君 還有 這幫傢伙 令到我又想起 約翰遜之流 A君又要說回 約翰遜當年 英國那個 就是 大力鼓吹脫歐 好了 事後 那些人問他 為什麼你鼓吹脫歐 他的答案就是 脫歐幫我拿到票 嗯 所以我支持這件事 至於那件事 是對還是錯 說不說得通 對後世有沒有來 不是這一幫政棍 的一個考慮之列 我也想說 基本上 當一個國家發展到 選舉制度 辦民主 就是會淪落到這樣了 這個是必然的事實 因為 說一些原則 說要怎樣去發展 這些是打硬仗的 選民是不喜歡打硬仗 打硬仗是喜歡索咳 甚至乎喜歡活在自己的幻想 好過接受現實的 你只要投其所好 你能夠拿到選票 叫他告訴他要實降 他說沒有人會理你 但是實降才是正路 至於這一幫傢伙 已經習慣了 這些選舉制度 聲稱民主拿光環 其實是在推自己的政府 一直一直衰敗 好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走出這一堆 哇 這樣說的很著數 跟你辯論這麼多主權 這麼多原則 不瘋狂的 不瘋狂的 你這麼不答白的 去騙選民票 那我就拿到最大便 這幫傢伙 這幫傢伙 交給予選 這幫傢伙 有一番說話說得很正的 一直在說 西方那種不叫民主 西方那種叫西方式的選舉制度 你真正的民主是什麼 就好像為國家這樣行法 為人民服務 真正的達到民主 為什麼西方式的民主 不是民主呢 因為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金權式的選舉制度 你看看拜登 還有 你都知道他們要花幾十億美子 這個數字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拿來改善民生物更好 而且你看到現在西方的所有選舉 只是會令到人民更加撕裂 大家沒有一個同一個目標 去面對現在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包括在政治上高 經濟上高 民生上高 和科技發展上高 各方面 我們現在看到他們正在走一條衰落之路 當然 每一個制度 僅有它的弱點和不足的地方 但是現在西方的選舉制度 讓我們看到 真的完全不適合 絕對是一個愚民政策 這個愚民政策 我們要再看看 每一件事都可以連起來 為什麼呢 最近有一件事 美國的眾議院就表決了通過一個修正法案 他就說禁止美國國務院引用 加沙衛生部門的死亡數據 這件事真是好奇 這件事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據之前就說你不能誣衊 由於人之外 以及不准批評 想都不可以想 對那本所謂的聖經 就放在一旁 大家有很大的反應 但結果也是通過了 今次說這件事就是 你不可以提出有關的滅絕屍體行為 你不可以提出死亡數據 你都說他們是假的 我也覺得是假的 因為不止這麼少 是不是這個問題呢 這件事呢 兩黨 是以269票 對144票 通過了這個修訂 民主黨人 62個 投下贊成票 其中一個議員 譴責這個修訂 就說這個修訂 在否認滅絕屍體的存在 非常之正確 整個修訂 目的就是掩耳盜鈴 我不能夠叫我乾爹 停止滅絕屍體的行動 但是我又要選票 我又要一路做什麼 一路拿精折牌坊 所以就告訴別人 我要選精折牌坊的數據 我不提供 那我就可以一路做什麼 一路拿精折牌坊 做哥哥 繼續 大家同意的假日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搞笑 有沒有什麼新聞自由 有沒有言論自由 我相而知是完全沒有的 是有規範之下的新聞自由 和有規範之下的言論自由 大哥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但是你這樣做 實在是太過分了 我沒有話可說 這件事 所以我現在再看一件事 稍微說一下波音 波音又有兩件大事 美國司法部 據稱將會指控他欺詐 他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認罪 第二就是受審 他的波音聲製客機 又很嚴重 應該不能回到地球 這個史丹拉那 真是厲害 原本這個史丹拉那 首航 6月5日 結果 6月6日 到了空間站 誰知道 出現了很多 多問題 流氣 流氣 和推進氣故障 原來這件事是用鋁合金的 原本是用泰合金的 適合做必屬佳品 不呀 拉薩說你不要用這麼貴 我不准你用中國的 不准用俄羅B的 因為俄羅B當然沒有 和中央因為政治問題 所以找了阿三 恭喜他 真厲害 那兩個飛行員 之前說很緊張 問清楚 你真是正排火 你沒有問題 他說沒有問題 怎樣的 我們拉薩 出品波音出品 實屬佳品 波音出現這麼多事 還說實屬佳品 A君 嘉賓你先說一說 我一會補充些資料 這件事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最關鍵的就是 在那個佛門 很容不容 用了阿三 所出品的 鋁金屬的製成品 這件事 臨上機之前 這個拉薩那邊 都和這兩個太空人說 我們安全的 全都保證了 結果是怎樣呢 飛了三分之一之後 飛船就已經開始漏氣了 飛了半天之後 就漏了兩次 那拉薩那邊 其實是質問過 這個 音波 是行不行的 其實拉薩之前 已經知道它漏氣了 那些工程師 就檢查過 這個星際客機 存在這個 海氣洩漏的問題 但是 就說 漏很少 不會影響到發射的 那拉薩的 內部備忘錄 甚至乎 曝光了什麼呢 就是 拉薩和這個 音波 飛船的缺陷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 不過我們依然是要發射的 那拉薩這個太空梳的專案副總工程師 這個哈爾就說 載人的飛船 就發現了 漏氣的問題 但是仍然在執行 那樣 那當然了 這個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來的 哇 那現在就回頭 死了 但是呢 拉薩那裏又說被他飛的 但是呢 飛完之後又出現了問題 那 那 那是誰糟糕呢 那到底要罵阿三豪啊 還是說 這個 這個 音波 檢測的配件 不力 令到女兒都可以衝去做太豪啊 還是說 欸 關什麼事呢 我女兒衝了做太豪啊 你拉薩都給我上了 是你判斷有問題啊 哎呀 好亂啊 到底是誰啊 好亂啊 複巢之下 豈有言論呢 是不是 蛋都爛了 是啊 還有 每一個參與者 都有問題 那 我們看看吧 3月12號的時候 半島電視台 就有一段視頻放放出來 原來呢 當初有一位記者 戴著這個隱藏的攝像頭 對波音工廠 就不是名柴 暗房 結果發現呢 就很大劑了 很多管理層就心不在焉 他們完全就憑心情 對產品進行一個質量的檢查 心情好的時候就差一下 心情不好就懶得理了 看到那個生產問題 漠視的程度 其實是達到驚人的90% 在生產線上高 又有各種問題就層出不窮 管理層也不理了 產業工人更加無所謂 根據記者拍到一些畫面 大部分工人 在工作裏面 精神仿佛 行為異常 他們在做什麼呢 那些軍 當然要衝上雲精 沒錯 沒錯 是一個藥物喜好者 所以有時候就要上一下電 水完電之後 然後再上一些螺絲 然後就看到 原來這個情況 在工廠裡面是家常變化的 管理層不理 總之大家 過一天 就當一天 所以我看到很多飛機門 跌下去 又或者是 突然下降了 或是引擎著火 之類的事情 就有發生 哥仔 我真的覺得現在全世界的 航空公司 麻煩 麻煩 波音客機停飛 開始找回我們C919 現在訂單 聽說是不斷上升 還有呢 歐洲那邊 好像要開放給我們C919的準備性 這點我覺得挺好的 艾君 交給你 當然啦 他還要威到 曾經試過有一件事 整個1月5號的飛機 飛了門出去 原來是看到 缺少了關鍵位的螺絲 是沒有上到螺絲 對呀 所以那些人都說 嘩厲害呀 我們日本真是亡塵莫及 我們日本製造這個汽車 都是用了假螺絲 你連螺絲也不想 真是師傅 真是師傅 你老美 我做假都沒有你那麼堅強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一件事 老美最大的問題 除了是制度問題 只是制度問題 這個是一個根本來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給一些毒癮者 合法化 這點才是最大的問題 阿Sir沒有錢 地方政府 你沒有錢 比當年清朝的時候還差 自己拿來不差 人家是覺得 要法律性 這是全部的 這些就是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阿Sir 說得再清楚一點 第一 地方政府沒有錢 第二 有人 Lobby 蛤? Lobby 蛤? 蛤? 阿Sir 有一件事是真的 老美那裡 我還沒有數據 但是 這個 加拿大 我就有數據了 因為那時候有同事炒過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有個同事 加拿大人 他給我退個裝 哇 這麼大 握住了一隻 由於 那時候 我們在做港股 沒什麼所謂 看到這隻 加拿大股 我問的是什麼 這隻呢 就是給卡洛比 即是草 哈哈哈哈 這隻是好東西來的 你看看 這個草 合法化之後 升到 那也是 幾倍啊 很明顯 有些人 是用他們的方法 是令到議員 入口的 那些議員 最重要是什麼 議員 好像剛才 約翰遜也是 英國的首相都已經說明 說我不會care 那個政策 對整個國家是怎樣 總之拿到票 這個是拿到票 而拿票 更加實際是什麼呢 拿個人利益 現在整班 草公司 求求聲 跟我說 喂 你通過吧 通過 可以買我們的東西 你知道 這個艱難 但我就不是很sure 但是老美就是了 沒有任何法例 要那些議員 一定硬性要公佈 自己的倉 哇 你拿了多少 喂 有錢 界外錢 齊齊穩 你通過了個法例 升到 改變一身就是靠這劑 你不是周梁 為人民服務 你沒事啊 我們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的政壇是為資本服務的 那大家一起過 對 剛才不是說了 都是為金主服務 為金服務 這就是現在西方 所面對的最大問題 那你有什麼 歸根到底 不是你的政治 或者你的選舉制度 或者你整個制度 不要說這些 整個制度是出現問題的 唉 世界大亂 這個世界上 也太多 覺得是這樣的制度 有排改 有排改 真的 他們還要被 你不跟這套 就叫做 不民主 那就是 跟了我這套 還要說 明明沒有主權的 都說 我跟了這套之後 我自己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 一個民主自由地方 這樣說話都可以 你說是不是瘋了 不要緊 我們一天時間 再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 請我們頻道下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為止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七一愉快 雖然我們播出的時間 已經過了七一 但是希望 在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越來越好 又志及興 不跟他這套 就越來越好 沒錯 絕對不跟這一套 我覺得 我贊成的 他應該贊成 其實我自己心裏 其實一個一仔也不錯 因為我現在享受 這奉你很棒 一個兩仔 其實也是他優勝之處 因為一個兩仔更加突顯到我們另外那邊制度的優勢 結合出來 這個特區政府就更加餵得到我們中央效力 最後說一句 我覺得一角兩仔可以讓老美試一下玩一下 對不對 一角幾仔 對 都行 不錯 但是你真的要努力地改革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還有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看廣告 拜拜 拜拜 拜拜